大家好,我是萨姐 今天我们来做鲜肉包子 首先我们来发面团 先将牛奶放微波炉里面温热15秒 大约35度左右 再放入糖和酵母一起混合 静置20分钟 等牛奶和酵母混合液表面微微的起泡 再倒入放面粉的容器内 加入盐 启动搅拌模式 今天的天气比较凉 所以我们用面包机来发面团 搅拌均匀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室温下开始发酵 发酵大约需要一个小时 我们现在来准备馅 将葱洗净 切去根部 切成葱末 我们再来准备肉馅 我买的肉馅是肥瘦肉馅 将肉馅倒入容器中 分几次倒入一点点的水 每次倒完后用力搅拌使之起粘 再放入姜末 葱末 料酒 生抽 蚝油 老抽 等搅拌均匀后 再加入少许的香油和甜面酱 继续搅拌 这时的肉馅已经散发出浓郁的香味 再加入少量的油锁住香味 以确保不出水 试一下咸淡 可适量加入盐调味 并再加入油继续搅拌 一个小时后 面团发酵完毕 用手指在面团中央戳一个洞 如果无塌陷 则表示发酵完成了 取出面团 在桌面撒少许的面粉 揉面团排气 并分割成22个剂子 每个大约45克左右 将剂子搓圆后 在室温下盖上干布 醒15分钟 包包子的皮不能擀得太薄 中间要稍厚一点 四周稍微薄一点 将肉馅放在中心的位置 用右手大拇指、食指 和左手大拇指、食指 一起配合包褶子 记得一边褶 一边往上提拉一下 一定要压紧 我的包子一般褶16到18个褶子 如果每次褶得不紧的话 包子再次发酵的时候 就很容易爆开 我再补充一下 如果没有面包机的话 我们可以将所有的材料 放在容器内 用手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然后开始发酵 发酵的时间大约一个半小时 蒸锅用刷子轻轻刷上一层油 防粘 把包子放入锅中静置15到20分钟 冷水起锅 开大火煮沸后大约15分钟 然后关火 一定记得不要马上开盖 等5到7分钟之后才开盖 白白胖胖的鲜肉大包就做好了 我是萨姐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或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